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汪向编辑部的《笑声汪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有我们的易德泰洋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有关于上当年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 这群人竟然为了七一刺警狂魔梁建辉 说要搞什么事 致谢动议 还有不单止 还要直播 又有谁发言又有谁发言 有这样那样 后来还知道坏了 就转过头出来道歉 集体一起在鞠躬 可能有些人对他们是否叫做年轻人 胡说当避急说错话就叫做原谅他们 都到了协诺 还想怎样 后来真的将他们这几个人 甚至乎有一些都拘捕了 最后埋单有四个人 控制国安法里的宣扬恐怖主义罪 还有他们当时怕得飙料 幸好算不算放过了他们这些年轻人呢 最后这四个人在开审前承认了交替控罪 煽惑他人有意图而商人 最终他们在区域法院被判囚24个月 哇 两年都不短 这真是笨蛋了 这四个小孩在我眼中都是小孩 虽然他们已经成年了 但做出一些傻的事 现在搞到要蹲两年 这个代价都颇大 我认为是 他们的忽人争之处 和衰格之处 甚至乎其他黄尸和黄友KOL 就会帮他们辩驳 哎呀 他们是小孩不懂世界 只是大学生而已 为什么这样赶转杀绝呢 但回来他们当时做出这些行为时 什么自质动议的情况 你们又赞去刑 说这些学生真的有先见之明 就不只是在学校就叫死读书 还说对于自己的未来 自己去争取 哇 真的 还有这班学生 很明显在我眼中 他们是有预谋去这样做 还有有计划去这样做 因为你们的学生评议会 要去开会 有动议 或者有筹备 或者要吹鸡 叫人来 要组织动议里面 要说些什么 直播的时候 又要设定部机 直流YouTube那些直播 瘋得这样 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 又要准备一起 谁要发言 又要说些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这四个被告 承认了他们的控罪要蹲监之余 他们为什么 是他们几个 其实当时也有一些同学 牵涉其中 因为开会不是只有他们几个 而他们几个 在当中整个议程 什么动议里面 说过些什么 做过些什么 不要说那么多 网上你们自己 都叫做直播 刚才说了 虽然后来删了一条片 都阻止不了什么了 没有 没有阻止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很惨 他们现在这几个 就以为自己是很有型 实际是猪头饼 我们看到法官 谢沈志偉在判刑的时候就说 这个议案由其中一个叫张敬生 读出 邀请了例如郑永浩发言 其他那些 分别是议案的动议人和和议人 其中一个叫容熙 也有发言 你们说到这么狠 这么夸张 我之前在其他节目内容里面 也有提到他们 究竟说过什么 也读过什么 很搞笑 他们几个开庭前 在泛人栏 都不时望向旁听师 向他们揮手 微笑 容重熙和亲友 做一些心心仇势 现在看到法官也继续说 他们四个是共同犯案 而且各个都有他们自己的角色 缺少任何一个都没办法通过这个议案 说他们利用了这些正式的渠道行事 直接借用港大评议会这个帐号 来发表这些煽动的字据 法官也直戏公器私用 很搞笑 他们说到自己当时是很厉害的 说这个会议是公开在全球和国际发布的 那时候他们是瘋的 无聊事 第一是无聊事 第二 你悼念一个瘋战 一个是企图谋杀的人 你悼念他就没病了 不过他故意的 那时候那个气氛 尤其是在学生里面 那个气氛就很仇视政府 这四个人也都是被当时的社会气氛影响到 从而做出这么粗糙的事呢 不过始终这四个人已经是成年了 他应该要承受应有的责任 他不单只是悼念这么简单 看到他用的字眼等等 例如什么呢 怀面为港牺牲的烈士 还说他是被共产党形容为恐怖分子的人 但是实际上是会成为英雄的 那你又向你口中的烈士和英雄致敬 当然当时的社会气氛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做出这么恶毒的行为和谋杀 是没有分别的 只不过那位警员真的福大命大 不过我自己也很记得 当晚我也很担心 第二天早上醒来就立刻看看情况 究竟他有没有事 幸好没有事 幸好 当时真的很令人担心 如果你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或者是这样的话 你怎知道会不会煽动 这些梁建辉2.0、3.0、4.0 出来做类似的行为 虽然你不会去做 所以为什么 是说你们煽惑他人有意图伤害警员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们真的写着这些字眼来煽惑他人 其实没有误你没有说错你什么 不要又说什么以言入罪 老实说 刚才提到 你的宣扬恐怖主义罪撤销了 真的你是非常之幸运的了 就翻身彩的了 撤销了 如果进入那宣扬恐怖主义罪 你又不是只坐两年那麽少了 还有一个意思 觉得你们这帮大人 什么都不懂 只挂钱 港珠 例如容仲熙会说 2019年612开始 社会离慢着失败和犬儒主义 我记得好像有人这样骂我们 说我们犬儒? 罵我们也是犬儒 我们也是犬儒 看到容仲熙这样说 马上想起2019年那时的人留言 如何骂我们 容仲熙就觉得看不到希望 这是他说的 他的意思是认为梁建辉这一吉 带来很大的震惊 有人在这麽绝望的环境下 为香港牺牲 你说到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很英勇呢 这个人 他也说了 他虽然是普通人 但逼成他这样 会成为英雄 还是怎样的 甚至乎 有一个还要说到 向他表达最高的敬意 人性最好的一面 说这些人是 是不是瘋狂的 是瘋狂的 是瘋狂的 是要进去蹲下就对了 其实这次 有什么理由 你这四个人 读到大学的 读到大学 究竟他怎样考到进去的呢 这麽瘋狂的 对不对 就算他们不是那麽瘋狂的 但为什麽容易受到人的影响呢 当时的气氛对政府有一股怨气 而怨气为什麽会令他们的判断力也失去呢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不过他们成年了 现在负责任就对了 如像张敬生 知道自己要蹲下两年的时候就大喊 帮我看着爸爸 等我回家吃饭 现在说这些来没有意思 没用 没用我没意思 记住 不是纯粹悼念那麽简单 你现在说的内容 不能用悼念 或者什么什么致謝 这麽简单去形容 你们当中说的那些内容是怎样 我只是简单出来说 都够你震惊 还说这些人直播的片段 会议会引来国际关注 你看他那时候多瘋狂 即是你 惯惯 鞠躬也没意思了 你不能够打人一巴掌 跟人说道对不住 或者人家手都给你弄到 但你又一句对不住是否叫他大喊 这个不可以 因此法官就说 以35个月的监禁为量刑起点 不过他们四个因为比较迟的阶段才认在 所以只能够减刑20% 即扣了7个月 加上他们四个真的有撤回议案 所以再扣减4个月 所以就算他们说是很辣手的 或是很辛辣的借审智慧法官 其实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这么狠心 赶尽杀绝呢 又并非如此 最终他们四个为何是24个月呢 就是这样了 本来是35的嘛 是吗 是 是 很远啊 都差 是的 有点好处的了 即是你已经是 扣到的了 就是了 当然辩方都会说 哎呀他们不是美化他 在这里哀悼 即是台阳所说的 只是哀悼而已 哀悼而已 哪里是呀 刚才我都说给大家听 不是的 法官当然不同意 例如说他们作为这些祸意人 在议案通过之后 就发言已经是属于美化的了 即是你说他是什么勇士呀 英雄呀 还是怎样的那些 就基本上已经是美化的了 是吗 绝对是美化来的 是 有什么理由这么获分才可以的 你竟然 什么自赤洞义 什么痴羹的吗 这帮人 等于这样的嘛 我去街市 喂 帥哥 买菜呀 那一定是美化了我 我都不英俊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是美化还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就可以叫做美化了 你们这么希望 就说要为烈士 什么英雄 去致謝 去感谢他 你们用上你们一生的前途 人生就更加精彩了 精彩了 就献上你的宝贵人生 他呢 在你的角度来说 没有了一条命 在你的角度来说 那你牺牲了你的 什么港大 天资娇子 这些前途呢 哎呀 濕濕脆了 对不对 没错 没所谓了 出回来 就再找个工作 就怎么样 出回来 你以为还想读大学 就不好了 是这样 傻居居 浪费了一世人两年时间 是很无谓的事 很傻的一个决定 搞到 现在要蹲两年 你说 大学生这么蠢也有 我都难以理解 对 为了你的英雄 为了你的 很帅吗 不知道帅什么 什么烈士 还是怎样 为他坐两年牢而已 湿碎 当然 其他不坐的那些 可能是吃他人血饭头 你喜欢吃就吃饱他 总之 希望这次这件事 引以为鉴 你说日后 还会不会有那么疯的人 或者那么疯狂的事件 会出现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也不希望见到这些 这些什么 梁X辉这些人 希望了 一个就已经够了 太多你了 是的 一次我们都嫌多 他癫完 你都未够 还要插着脚下去 因为 他们知道警方 就不让人去献花 或者傻佬 拿着花在街上走走走走 都会被警方截查等等 他们见到这些 就觉得很生气 就觉得身为大学生 就要做些事情 就做了这些事情出来了 所以你们以为自己很帅 但是就是 7月到尽头 就是帅的 只不过是 是的 好 这些人很低的 没得救了 真的希望引以为鉴 好了 我们这一节 暂时说到这里 稍后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法庭的资讯 会补充 再和大家聊好吗 一起留意吧 好吗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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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